今天来介绍这个花 方金野牡丹 盛开了 方金野牡丹今天开的花比较多了 这边三朵,然后这边开了一朵 这个就是方金野牡丹 今天的花款比较多一点 方金野牡丹,它这个花是那个 嗯,它是南美洲野牡丹的其中一种 一般而言 你在花市看到的这个花 绝大多数是那个燕子野牡丹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植牡丹比较多 那个比较普遍 然后今天介绍的这个花,它叫做方金野牡丹 这款野牡丹跟燕子野牡丹有一个很大的区分 就是 它的叶子啊,普遍都比较大 虽然也是这种形状的叶子 但是它叶长大多很长 而且摸起来也比较重 一般的燕子野牡丹的叶子都小小一片的 但是方金野牡丹是比较大片 还有就是花 花的大小其实跟燕子野牡丹应该是差不多吧 5公分到10公分左右 对,这个也还没开啊 方金野牡丹它这一颗是属于 体型比较大的野牡丹 不同于燕子野牡丹 一般的野牡丹啊,和植牡丹 它的植株高度大部分 只有1到2米左右 如果是盆栽的话 会感觉比较小一点 这颗方金野牡丹 如果它坐在地上的话 它可以长到 3米到5、6米之间吧 甚至可能超过 在巴西原生地带 应该可以伸展到8米左右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大的野牡丹 它的形态特征是 放进野牡丹是属于小桥木 它的叶子长度大概是这样 看 普遍都比较长 大概有4、5公分长左右吧 这个就是放进野牡丹 它的那个长度 一般而言 以那个土栏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居 一般如果你是淘金养的话 我才会用红色的土去种植 可是野牡丹好像比较不居 所以野牡丹我一般 都是用那个 也可以用红色的土 但一般而言 你其实可以直接用那个 之前我推荐的那个玫瑰专用土 只是它的阳明山土比例要高一点 就好了 我这颗是盆子种的 一尺一的花盆吧 如果是地质它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对这个就是 那个放进野牡丹 然后 它的花旗跟一般的植牡丹一样 是属于一年世纪都会开花的 花旗很长 但是一般而言 这种植物在春秋的时候 开花会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 野牡丹的缺水 习性都是差不多 就是 尽量尽量是不要缺水 说真的 这种植物缺水真的比较不好 对 像这款放进野牡丹的话 它只是耐旱力比较出色一点 不然还是尽量不要缺水 因为缺水的话 就很麻烦 对 严重的话可能也是很难救的那一种 然后有不少人跟我说 这个叶子野牡丹 不是 不是叶子 这个番金野牡丹 它跟那个 有一个花 巴西野牡丹 也就是 花是叫地牡丹 也很像 地牡丹 地牡丹那一款 它的叶子 怎么讲 用看的其实还蛮难准的 地牡丹的叶子 普遍比较柔毛 摸起来比较软 软软的那一种 然后 花的大小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差别是在于说 地牡丹跟 那个燕子野牡丹的珠型 大部分都是两米高左右 但是这一个比较大 四五米高 所以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我记得在梅峰古道的那一棵 应该是普通的燕子野牡丹 但如果你在阿里山咖啡庄园看到的 应该就是这一个 跟我这颗一样 那就是番金野牡丹 那番金野牡丹 它这个花有两种 除了这个紫色的以外 它还有粉红色 粉红色在台湾没有进口 是应该是园艺品种改良的 然后它这个是紫色品种 它有个别名叫做 荣玉公主花 好像是这样 荣耀公主 蛮特别的名字 这个就是番金野牡丹 这台湾其实还蛮少种的 也叫做角金野牡丹 对 如果你们要在虾皮找的话 它应该只有在虾皮才会有 因为这个花 其实一般在花市看到的 绝大多数不是它 对 这个番金野牡丹 花开比较多一点 黄金野牡丹